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用香菇来做个好吃的 准备十几朵香菇 先用尖刀把香菇的地挖掉 再用一把干净的小刷子 轻轻地把香菇表面脏的东西打扫一下 香菇这个东西不太容易保存 买回来以后要尽快地把它们吃掉 还有散盖下面也要仔细地处理干净了 然后把香菇放在凉水中快速地清洗一下 注意不要把香菇泡在水中时间过长 否则容易跑味 然后用纸巾把香菇表面的水分擦净 这样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碗 在碗中加入一小勺黑胡椒粉 再加入一小勺紫蘭粉 再加一小勺的盐 最后再加入一些橄榄油 用一把小刷子搅拌均匀 使碗中的调料充分地融合 再把调好的酱料 爱个地刷在香菇的表面 最后再把香菇摆在 泼了烘焙纸的烤盘上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烤箱中 用180度的火烘烤30分钟 烤完了香菇看上去明显的缩小不少 正所谓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尝一口试试吧 真的是太香了 怪不得有那么多人爱吃 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 谢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老夏 欢迎回来